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一眼车官X,我是大嘴 那今天呢我们到店感受一下奇瑞最新出的瑞虎7 Plus 那我们都知道奇瑞这两年在市场销量的表现确实非常的赞 包括像疫情的时候呢,很多的厂家都受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但是整个奇瑞的表现呢还是逆势而上 它的这个销量跟Maz呢就是瑞虎8和瑞虎8 Plus这对CP组合 那奇瑞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看到了一些甜头 所以呢在瑞虎7的技术上呢也是推出了瑞虎7 Plus 想组成这个组合权一起攻击市场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瑞虎7 Plus这台车呢整体表现怎么样 第二呢就是这台车呢日后的使用成本到底贵不贵 其实三维尺寸层面呢瑞虎7 Plus和瑞虎7呢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包括它的这个大体的轮困呢也是比较近似的 但是呢前脸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觉得相比于奇瑞瑞虎7的有一点点运动的感觉呢 这台车的前脸设计呢要提升了它的这种档次感和这种攻击性 首先呢就是这个中网格山 它的这个整个的尺寸呢相比瑞虎7要更大一点 而且里面的这个角度呢要更加锐利一些 除此之外呢就是比较有亮点的设计 就是这个外圈的这个亮黑色的装饰条呢 它贯穿到了这个车灯里面 哎打穿了 所以呢它有效拉伸了横向的视觉宽度 另外大灯的这个造型也是很有特色的 点阵式的样式 同时呢里面的这个小的这个装饰条呢 看着呢也是比较精致的 那除了这两个点之外呢 就是下半一样的造型设计 首先它用了这个蓝色的饰条来进行贯穿 其实这个呢跟上面这个饰条也是进行呼应的 而且整个雾灯区域的这个造型 哎我觉得整体来看呢 比这个瑞虎7要更加精致更加豪华一点 其实整个瑞虎7PLUS的侧面和尾部造型呢 跟瑞虎7呢也是一脉相承的 那我觉得这台车呢有个好的点呢就是它的整个配色是做到很统一的 你比如说呢主色调啊是这种灰色车漆 同时呢加了一些蓝色的点缀啊 行李架这块有 包括翼子板这块的这个装饰也有 前面也有 所以整个的这个统一性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除此之外这台侧面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车顶啊 用了这种类似悬浮式的效果 而且地柱这块呢有一点点这个做的造型 所以这块看着呢不至于很厚重 我们直接看一下后车门啊 那这台车的轴距呢是2670毫米 那其实整个后车门的长度也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后车门的开启角度呢是接近90度的 所以呢呃对于你需要在后排安装儿端安装座椅 或者呢需要将小朋友抱进抱出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从容的 而且呢整个的过程比较方便 而且整个作为 而且作为SUV来说呢 这个车顶高度设置也比较不错啊 而且呢作为一台SUV来说呢 这个高度啊是更加的可观的 那关于侧面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轮圈 我们今天这台展车的轮圈呢是18英寸 那我觉得对于这种车来说呢 其实18的轮圈呢其实恰到好处 再大的话呢你在日后用车的成本其实是更高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台车的这个整个扁明是60 虽然说呢这个确实看着有点胖 但是呢对于这个舒适性的提升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你在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 这个就是谁用谁知道了 那关于尾部呢跟瑞虎7一样 它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呢用了这个熏黑的这个处置 同时呢它的这个这块啊 它是3D的效果的 这个点亮的辨识度呢非常的高 那相比于瑞虎7呢 瑞虎7 Plus用了这个双层的扰流板 同时里面也有这个蓝色的这个装饰 这个扰流板确实看着还是比较有新鲜感的啊 还有那个是呢我们能看到奇瑞瑞虎7 Plus呢 采用了奇瑞家族最新的设计思路啊 大连屏同时中间的这个空调区域呢 也是有这个触控包括旋钮来设置 包括后面的这个电子栏霸 那么整个的这个设计上的科技感呢 相比于瑞虎7呢要更高级了很多 另外一点就是内饰整个用料水平非常的赞 首先呢中南上方都是大连的这个软性材质包覆 同时有白色的缝线 下方呢出外穿是有这种啊 PUP同时加蓝色缝线 包括这块呢有一些蓝色的点缀 那么整个内饰的这个用料水平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那关于配置方面我们简单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双12.3英寸的贯穿的大连屏 那这个屏幕啊确实在这个视觉效果上啊 给你提升的这种档次感确实非常的赞 而且呢无论是中间的这个全影机表盘 还是中部屏幕呢整体的这个UI设计呢 还有操控的这种流畅程度是非常赞的 尤其是中间啊全影机表盘 那中间这个全影机表盘 它的这个整个功能呢 你就通过翻盘左侧的按键左右啊进行按压 然后呢上下来变换就OK了 那整个的功能你包括像音乐呀 地图的投射啊主题的设置啊 都可以通过这个按键来完成 整体的操作呢还是比较便捷的 我觉得中控地台这块的设计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采用了这种啊银色的这个沟边 同时里边呢是这种哑光银的这个拉丝这种感觉 所以这块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块背架呢是这种啊带有开关的 而且整个阻尼设置也不错啊 并没有那种卡顿的感觉 而且整个背架呢比较深也有这个线位 再到左边啊 它是这个一排单件 前面是这个电子赞马 而且整个电子赞马的手感呢非常顺手 在后面呢有电子手刷自动驻车 包括像驾驶模式 走步环境这些功能 所以整体的来说呢 这台车的设计配置以及科技感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关于前盘呢 我说两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首先就是翻页盘和座椅的手感 这个翻页盘整个的这个皮质呢 非常的轻浮 而且手握在这呢 非常的自然啊 这个翻页盘的这个手感非常赞 包括座椅也是 中间的是这种打孔的皮质 而且整体的这个支撑性啊 噪音设计呢 都是非常赞的 呃 座椅给个很高的分数 那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前排的这个除空间设置 呃 我觉得有几个点是比较顺手的啊 首先这个地台这块 有一个这个手机的这个小槽 哎 这个手机槽非常的大 直接放到这儿呢 而且比较的稳固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块呢 能加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就更加完美了 那么地台下方有一个非常大的掏空区域 这块呢 你呃 放你的手机钱包 包括像女士的这个拼领鞋 都可以放到这儿 而且这块呢 有12伏的这个点音器接口 和两个USB接口 满足你的这个手机供电 是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那瑞虎7PLUS啊 整个车辆的轴距呢 跟瑞虎7呢 是完全一致的 2670毫米 那么我之前在拍瑞虎7的时候呢 整体的这个后排空间表现非常赞的 这还真的同样如此 那么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都是非常宽裕的 而且整个车辆呢 横向空间不错 那即使是坐三个成定人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后面三个可调的这个独立头枕 包括像这个中间啊 地台的位置的鼓包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像我这个42码的鞋呢 可以完全放下去 而且还有很大的余量 所以中间位置呢 坐乘客呢 并不委屈他 那么关于后排困置呢 有独立的这个空桥出风口 有一个USB接口 而且比较好看的点呢 就是这个空桥出风口呢 也用了这个银色的勾边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全景天窗 这全景天窗呢 从前排一直贯穿到 我的这个头顶的上沿 所以整个内部这种通透感呢 是非常非常赞的 最后呢 大嘴再提一点 就是后排座椅的这个 靠背的角度设置呢 非常的合理 就是我呢 坐在这呢 稍微有一点点痒 并不是那种很直的这种感觉 我坐在这呢 发现非常的轻松 而且整个这个腰部的支撑 比较到位 所以呢 我长时间坐呢 并不会觉得腰累 不像很多车型 这块是空的 这台车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座椅呢 跟前排一样 给个赞 那动力方面呢 瑞虎7PLUS呢 有1.5T和1.6T昆盆放风机 我们今天这台展车呢 就是1.6T的放风机 整个动力参数呢 还是非常漂亮的 197马力 299米 匹配7速双零电动箱 另外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奇瑞车型的用料呢 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像放风机舱里面 你像这个隔音棉 像双液压停杆 像这个放风机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装饰罩 呼得非常的死 那这些呢 确实都是下了本了 所以整体来看 这台车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做最后的总结之前呢 我们还是简单说一下啊 这台车呢 日后的这个养殖的成本 首先呢 这台车呢 它的这个放风机 动力总成呢 跟这个瑞虎7呢 是一致的 所以那店里面呢 说啊 直接可以参照 瑞虎7的来做就行了 它的这个保养周期呢 是5000公里 但是啊 这个公里数呢 不算长 但是呢 有一个点 就是它的这个保养的价格 非常便宜 小保养啊 更换机油机率 这个价格 基本上就400以内 就能够搞定 而且还有一个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这个 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 是2万公里 空气滤芯 更换周期呢 也达到了15000公里 这个确实里程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呢 还是大嘴经常说的 就是空调滤芯 和空气滤芯呢 你还是要根据所在地区 以及你的这个驾驶习惯 来进行更换 你比如说 你在华北地区春天啊 经常这个杨柳树来飘去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要尽量的去缩短 你的空调滤芯 和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 因为呢 经常这个滤芯上 有很多的这个沾染物 包括冬天啊 这个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也是要勤换一下 那关于油耗方面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台车呢 1.6T加双离合变速箱 那这个工信部的综合油耗呢 是6.6升每百公里 还是比较省的 而且这台车呢 可以加92号汽油 那我觉得现在 很多的国产车型 这点确实做得非常不错啊 即使这台车的整个功率 推得非常高 但是依然能够加92号汽油 你的燃油的这个适应性 包括你的成本 是有非常优势的 那么总结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台车呢 相比锐户7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外观的 这种经济化的程度 花花感呢 是有提升的 那么尤其是内部啊 那总结一下这台车啊 首先就是它的前脸 和内饰的设计 那整体的这种豪华感 科技感的相比锐户7呢 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 整个的定位要更高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这台车呢 它的前后边的空间 包括配置的表现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 如果您的预算在10万左右 那这台车呢 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车型 那最后呢 感谢上海连海七瑞 给我们提供配置车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